手拿喷漆罐坐上高空作业车 涂鸦艺术家一笔一束 大面积覆盖墙面 这里是花莲勾载尾地区 原处一看色彩鲜艳 线条粗犷 别具创意的绘画风格紧抓眼球 从白天一路画到天黑 即使天空飘起毛毛雨 涂鸦艺术家坚持不懈 运用巧手将美孚画作画得微妙微笑 让当地居民嘖嘖称奇 没看过啊 也很稀奇啊 也蛮艺术的 那你自己本身是赞头这样子的 当然是越多游客越好 带动嘛 2024国际街头文化大典风格会议 二度来台创作 这周末一连三天 在花莲市沟载尾街区登场 集结上百位艺术家涂鸦 宣定当地零四零三大地震后 三处拆除墙面作画 还结合滑板街舞市集 等各种街头文化活动 为震后受创光光低迷的老街区 带来新样貌 这一次其实是从地震发生后 10月份开始 然后筹备到现在10月份 大概经过半年的时间 然后这一次我们的活动 其实有蛮多种街头文化的部分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那今天在这边 围起两天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将我们旧城区 能够做一个非常赋予灵魂的一个 城市的一个意向 花了不到三天就把原来的废楼 彩绘出宛如涂鸦美术馆的场景 另外夜间点上紫外光显色 也让废楼成为活动瞩目焦点 瞬间Next Level 民事新闻赵永博 花联报道